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這新聞我覺得超好笑的 mafia bosses are frustrated with millennial mobsters say they are always texting 笑死人 mafia 就是那個黑幫 一般我們講的都是那種義大利的黑幫 黑手黨叫mafia 那你說那種黑人的那種搞幫派之類的 我們大概叫他們gang gangster 這樣子 像我很支持的楊恩哲 他這種人是不是楊恩哲 Andrew Yang 我希望他能夠當美國總統 但之前沒有從這個黨內出現 然後後來在選紐約市長的時候也很可惜 沒有成功 那總之可是支持他的人都叫他們自己 yanggang 揚幫 OK 所以這個幫派gang這個字 還OK 所以gang這個字像剛剛講說 黑人的幫派之類 對華人裡的事啦其實 就用中國的一些什麼 什麼什麼幫 輕幫什麼幫之類的 要是你要翻成英文 大概也都會用gang這個字 我明白理解mafia真的多半是保留給那個黑手黨所使用的 那你說那個日本不是也有 那種黑黑道 極什麼極道有沒有 日本極道 那個好像說Yakuza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OK Japanese Yakuza 這介紹一下下 所以他們裡面的這個混混裡面的成員叫做mafioso 我對這個字我也很陌生 或者比較通俗一點的英文講法叫mobster OK mobster 好 所以這個mafia的老大 mafia bosses are frustrated 他們就覺得 喔 這樣frustrated with什麼呢 millennial mobsters millennial這個字很容易放在任何東西的前面 這是千禧年代的 所以你在在 一九九幾年末 然後到了二零零幾年初出生的這一段的人 你大概都被稱為millennial 所以你現在如果在二十一二三歲 或者甚至你可能 十九十八歲之類的 大概都可能會被歸類為millennial 所以千禧寶寶 前後的 千禧世代 所以 這些millennial的mobster 那也就是現在正年輕的人嘛 對不對 那這些老大幹嘛 為他們覺得他們frustrated 因為他們總是在 打字 OK 全部的都在 喔大家都使用手機啊 不然咧 那可是你知道 黑手黨的一些東西 是不可以全部用打字來處理的嗎 有它的秘密性有沒有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面說些什麼 So millennial mafiosos in New York have been accused by veteran mobsters of going soft 所以先看到這裡 所以他們就被accused 就被控訴 被這些veteran 所以veteran就是老兵齁 這老鳥 所以這老鳥的mobster 被控訴幹嘛呢 going soft 說他們現在太軟爛了 OK 太軟爛 然後呢 becoming obsessed with their phones and using text messages rather than fists to intimidate victims 唉 我還覺得 我真的覺得蠻好笑的 OK 所以他們變成了 除了變軟爛之外 還變得obsessed with their phones 就對於電話著迷 So be obsessed with something 就對什麼事情著迷 我這裡也打一下 對什麼是著迷 手機成癮 以及呢 用text messaging 而不是用拳頭fists 來幹嘛 來intimidate他們的這個 受害者們 intimidate就是去威嚇 OK 文公武嚇的武嚇 intimidate intimidation OK 好然後下來再看下去 growing up in wealthy suburbs as social media exploded the new generation is said to have become less brutal and less versed in traditional face-to-face tactics like pistol whipping 好看一下 所以 因為他們是在這裡長大的 所以這些新一代的 他們就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這是一個分詞構句的用法 前面用了growing up 就是在修飾後面的new generation 所以新一代的growing up 在什麼地方 在有錢的suburbs 所以suburb這個字認識一下下 sub開頭加上urbs的後面 所以他的字原本叫做suburban 所以先講一個sub再講urban urban是什麼 都市 所以suburban就是市郊 OK 所以要是你是在 I don't know 細緻長大的 或者你是在 心電王山的方向 你大概就可以稱為那是suburbs OK 那要是你是那裡的人 你也可以叫做suburbanite 所以urbanite就是那個都會人 所以你不用講urban people 當然有urban dweller這個字 就住在都市裡的人 所以有dwell這個字就是住在哪裡 所以urban dweller也是可以的 OK 然後urbanite OK suburbanite也可以 那suburbs就是suburban的一個縮寫的名詞 suburbs 所以他們成長在suburbs 在市郊 而且住市郊的人可能多半經濟的人也不會太差這樣子 因為多半說實在的就是 平民窟之類的 都市計畫的概念 平民窟可能多半在市區裡面這樣子 就像柯文只要在蓋公宅 也是蓋在地表附近 聽說 所以這次全世界的先進都市的都市郊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suburbs住的人多半是比較well off OK 所以well off這個詞 有錢一點的叫well off OK 好 還有well to do也可以 所以well to do也是這個有錢的人 affluent也有這樣的一個詞 所以這都多補充一下 所以他們長在suburbs 而且同一時間是在social media爆炸的時代 社交媒體爆炸 所以這些new generation 就被說 have become less brutal 所以就據稱他們被說 變得比較不brutal brutal就比較獸性一點點 沒事就把人家揍扁 brutal 所以這個字也認識一下 brutal they become less brutal 然後呢也比較 比較沒那麼熟悉後面這件事 所以they are less versed in 所以這個be versed in 是高中會教而且會考的 就對什麼事感到熟練 OK have a knack for something 也是可以這樣講 所以這也是have a knack for something 也是對什麼東西感到熟練 守守 熟門守路 for什麼東西呢 because they have they are less versed in traditional 傳統的face to face 面對面的這些策略 好比說pistol whipping 我知道pistol 我知道whipping 我不知道這兩個走在一起 是一個概念 所以我剛才找了一下下 pistol這個詞啊 就是那個小手槍 ok pistol 那所以這裡的pistol whipping的意思 我稍微讀一下給你聽好了 pistol whipping 或者buffallowing is the act of using handgun 所以它是一種行為 而這行為是使用一把小手槍 handgun跟pistol是一樣的概念 或者叫sidearm也可以 這裡多補充一下好了 沒什麼好不補充的 所以pistol小手槍 然後或者叫做handgun也可以 或者你叫sidearm也可以 ok 所以用這個handgun 當成一個as a blunt blunt weapon blunt這個字的意思 就叫做這個鈍器 ok 所以你的武器可以當成鈍器 來尻人家這樣子 喔這就叫做pistol whipping So welding it as an improvised club 所以weld這個字就是拿著它 持著它 w i e l d 哇今天講的這個有點多 但應該沒關係啊 所以持著它 當成是一個 一個自己去 improvise這個字就是隨意發揮 像如果說 像你知道我們要拖鞋就拖鞋 可是 當你要 那 打蟑螂的時候 拖鞋可能就是最方便的蒼蠅拍 或者是蟑螂拍 沒有蟑螂拍 反正拖鞋打蟑螂 所以這就是一種improvise 那如果真沒拖鞋 旁邊有一本書或報紙 拿起來照打蟑螂 這就叫做自由發揮 所以這個槍你也可以自由發揮 成一個鈍器來揍人 大家懂意思 所以像我們這樣唱歌的時候 唱一唱唱一唱 然後突然間就是 唱rmb的時候 然後開始自由發揮 唱得高高低的 然後什麼 九拐十八彎之類的 我們也可以稱那個東西叫做improvise OK 所以當成一個這個improvise club 這樣你大概懂了 大家就不用看下去了 OK 好我們回來這裡 所以 他們現在已經不會 pistol whipping了 超爛的 so according to court documents relating to a recent extortion plot plot in the city 所以根據最近的一個這個法律的文件 是有關於一個最近的 extortion plot extortion就是敲詐 比如說黑幫馬 敲詐人家 OK 所以這裡我把這個字打出來 extortion OK 好根據最近這個 extortion的一個plot 一個計謀 在紐約市中 有一個 alleged gangster 所以有一個 據稱的一個 gangster in one alleged gangster involved 所以這裡有一個 alleged形容 gangster involved還是修飾他 所以這是一個 gangster 前後都有形容式的一個例子 所以一個牽涉 涉案的 據稱涉案的 gangster 好講了這麼半天 大概終於大概這樣翻成中文 所以其中一個 據稱涉案的 gangster one alleged gangster involved send his victim 就送給他的這個受害者 而這個受害者是一個 公會的一個官員 a union official 他的訊息是什麼呢 傳了一個text message hey this is the second text there isn't going to be a third 嘿 這是第二封簡訊喔 不會有第三封囉 這什麼意思啊 不會有第三封的意思就是 你要是再不回應 我就殺了你嗎 應該是這樣 可是我說不定也會誤會成 你再不回應我就不再傳訊息給你囉 I don't know 所以聽起來很軟 他們的意思總之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裡又說 the situation has left aging crime family bosses concerned 所以這個狀況就死得啊 就把這些人就 讓他們處一個什麼狀態 So left somebody什麼狀態 越來越老的這些crime family 這些犯罪家族的老大們 the bosses concerned 讓他們就很擔憂 over their succession 擔憂什麼事情呢 他們的接班人 這些接班人怎麼那麼爛啊 這麼軟啊 所以succession這個詞 OK 就接班的概念 succeed這個詞 你不要以為只有成功 OK他當然有成功的意思 可是也有接任的意思 OK 好 所以擔憂他們succession 所以這個success succeed的名詞 成功的名詞是success 那接任succeed 它的名詞就是succession 這樣子 OK 好可以 所以擔憂他們succession 好然後 所以他們自己就必須要 個人的去牽扯到一些 就些 一些這種 組織犯罪的一些小屁事 所以都要老大自己出嘛 因為信不過小手下 OK 所以這邊有一個 minitiae 這個詞 就是很微小的 這個有打出來 這個字真的沒有很常見到 minitiae trivial這個字 我倒是比較常介紹 所以要trivial的 的一些criminal operation OK 導致於這些老大們 七老八十還被逮捕 很可憐 leading to their more frequent arrests 導致他們更頻繁的被逮捕 這樣好慘喔 所以這邊講到 下面有一個87歲的人 還被逮捕 被抓到 because he had stayed in his road too long 他保持一個角色保持太久了 因為本來應該給小弟 結果沒給小弟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micro manage 這邊有個詞叫micro manage OK 所以micro你知道微小的 manage 所以連屁小時都要管這樣 這很不行 所以他們這些糟糕的狀態呢 就被老大們揍眉頭 所以最後有一個詞 在這邊叫做frawn upon OK frawn upon 就揍眉頭的意思 好啦 講到這裡大概真的差不多 字蠻多的 要複習一下 好啦 還是複習一下 複習時間 很快很快很快的 mafia 那個黑幫 特別講的是那種 意大利的黑手黨這樣子 mobster 就他們的一個幫派分子 gangster 其實也還是可以 因為我們剛剛看了也有 對 一般來說的gang可能就是幫派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個 Andrew Yang也有Yang Gang Yakuza是日本的這樣子 然後Veteran是老兵 或者就是老手 所以這些老手覺得這些新手啊 太軟爛 就soft就可以了 沒問題 因為他們沉迷於手機 they're obsessed with their phone and they're always texting 總是在打字這樣子 很糟 然後剛剛講到現在這些新的這些millennial millennial的這些mobster 通常是怎樣呢 就是市交長大 有錢人的孩子們 所以他們是suburban長大的 suburban suburban suburbanite 或者urbanite 你這樣dweller也可以住在哪裡的人 suburbs名詞 那所以他們有錢囉 所以有錢這幾個字可以說 well off well to do affluent 幾個字都可以 OK 那他們就不會用一些這種 傳統的一些方式來去恐嚇他們的這一些人 受害者 所以intimidate 是去威嚇人家這樣子 他們也變得比較不brutal 他們也比較不熟悉一些 像pistol whipping 剛剛講的一些行為 所以be versed in something or have a knack for something 對什麼事 感到比較厲害一點點 好 所以然後剛剛講到這個pistol whipping 講到的時候 你拿著一隻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自己improvise 成一個blunt weapon 成為一個這個鈍器 來去靠人家的頭 這樣子 whip 是鞭打的意思 剛剛沒有講 好 那最近有個extortion的case extortion剛剛說的是 excuse me extortion是敲詐 然後還說是 這是我的第二次text 不會有第三次囉 好啊 那就不要送 你就不要再text我啊 這樣 Alright succeed 成功 可是也有接任的意思 他的名詞分別是success跟succession OK succession 好 老大必須處理一些小屁事 所以 minitiate milter 對不起 minitiate micromanage 就為處理 為經營 這樣子 這翻得中了什麼 亂七八糟 為經營 實際上這個字我第一次這樣 你知道在什麼時候嗎 就是那個 以前加拿到一個總理 他什麼名字啊 jean什麼來著的 好不管啊 有點忘記了 呃 有一次你要問他說 你什麼什麼手下發生了什麼什麼事情 他說 No I don't micromanage 手下發生什麼事 那他得扛他該扛的責任啊 你不要找到總理頭上來 所以他這個 I don't micromanage 這個字 哇那個時候就新聞稿很大 他們都覺得他好像不太負責任 不過程度上也是啊 你如果身為一個總理了 你總不可能管說文書員浪費太多紙 之類的這種屁事吧 所以這個叫做micromanage 不知道中文該怎麼翻 不過大概就這樣子 好 複習人很快 到這裡就可以結束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